当地时间4月25号,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宣布将竞选下届美国总统。至此,已有20名民主党人宣布将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。拜登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,他说,美国的核心价值观、声誉等正极其可危,这促使他竞选美国总统。拜登表示,不能让现任总统、共和党人特朗普获得连任。 拜登现年76岁,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执政时期,他曾担任美国副总统。在此之前,拜登是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,任职时间超过30年,此次是他第三次角逐总统职位。 美国近期一个全民性民调显示,拜登在民主党选民中有27%的支持率,而来自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以20%的支持率位列第二。 分析人士认为,拜登的优势在于从政经验丰富、知名度高,但也面临高龄、民主党进步派势力壮大等挑战。 据悉,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统选举党内初选前两轮辩论将于今年6月和7月举行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